先來拍攝我們的單拍時間 我來看一下我們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這個位置是OK的嗎 前進一點後面一點 OK的 好 我們接下來也麻煩 即將要在9月23、24連續兩天 從台北小巨蛋 算是我們的主場地了 即將要展開世界巡迴演出 2023灰夜暗影 王興玲、Cindy、Sugar High 世界巡迴演唱會 首站即將要起跑 也請Cindy幫我們照顧一下 左邊右邊 右邊左邊 包括了正中間 Hi Cindy 請跟我們所有現場的朋友們 先來打個招呼 真的是好久不見了 嗨 大家好 好久沒有公開的場合 跟大家碰面了 這一次就是要帶來我的 全新的巡远 2023 按你 王興玲、Cindy One Sugar High 世界巡迴演唱會 恭喜恭喜 即將要從9月23號開始 先連續兩天 在台北小巨蛋的首站演出 其實剛剛我們就講到 過去的這一段時間好久不見 但是當然我在想 每一位想到了Cindy 都會想到說 在實境秀啦 在節目當中啦 剛剛就講到 恭喜拿下了總冠軍 帶領了這麼多不同的姐妹們 不管是組隊也好 不管是表演也好 造就了你看現象級的話題 然後熱搜的 對不對 然後另外的還包括了 魔心靈男孩女孩的出現啊 對 但是這麼多不同的好成績 也是因為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算是你離家最久的一段時間 然後辛苦換來的 獲得了些什麼 還包括了什麼樣的心得感想 對 真的沒有離家這麼久過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一段很好的旅程 然後對我來說有很多不同的新的體驗 也創造了蠻多 就是特別的不一樣的舞台 然後也收穫了一群好姐妹們 到現在都還在聯繫的好姐妹們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是一路以來都不是抱著 我要去拿冠軍的心情去的 但是我想說應該還是會努力 應該還是會成團吧這樣 然後是這樣的心情 慢慢一路一路路 然後認真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去年 真的一路以來真的是挺有收穫的 我在講認真的這兩個字 因為剛剛就聽到 我覺得認真的這兩個字 是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在節目當中也可以看得到 Sandy包括了跟著 不管是戰隊也好啦 姐妹們也好啦 那種認真的表情 然後在舞台上面為了 你雖然說對啦 不是想要拿冠軍 但是就是對於每一次的舞台上面 所要呈現的 都是百分之百最高規格 百分之百的 對 大家都是真的裡面的姐姐們 對 包含我自己 我們都很認真 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所以真的是大家一起 並肩作戰 然後去創作出來的好的舞台跟成績 3 2 1 請起囉 哇 來來來一點掌聲尖叫聲 來 欸 小心小心 好 也許Sandy先跟我們的 對 跟我們的飛船一起合照一張 2023 輝夜按你 王興玲 Sandy One Sugar High 世界巡迴演唱會 預計要在9月23號正式的起跑 來 Sandy 我們請從左邊看起 謝謝 來左邊喔